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55集 没吃错药的话 顾正清应该不是这个反应啊 别说夏小兰还没嫁给周成 就是两人结了婚 顾正清也不会让顾思妍去收贵重的礼物 虽然有时候顾只讨厌 周小姑偏偏就欣赏他男人这一点 因为顾正清有骨气 不占周家便宜 别管他官小还是官大 周小姑在娘家说话都特别有底气 顾正清的反常 肯定和夏小兰说的话有关系 周小姑是百思不得其解 也只能听之认之 顾思妍很惊险地保下了自己的新手表 在家里他爸轻易不发表意见 但一发表意见他妈妈肯定会听的 顾思妍正高兴呢 又被周小姑拧耳朵 你和你姐偷听大人说话 这是谁惯的臭毛病 一点点事就吓得惊慌失措要逃学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妈 那是一点点事啊 周一姐 你管他如何 他眼里无父无母 只想着自己畅快 自私归一个 哎 小兰姐也让我别管 说我们管不着 妈 以后我肯定不像周一姐这样亲你和我爸 顾思妍声音越说越小 这个话题 有点危险呀 你冷静一下 我真的没有谈对象的想法 那些谈同学真幼稚 顾家一阵鸡飞狗跳 顾政卿把夏小兰送的文房四宝拿出来把玩 他说夏小兰是金钱的主人 是看出来他真的不在乎花点钱买东西 给顾思妍买手表 给他买这些文房四宝 不是价值 而重在心意 这件事太大了 我一个人牵头的话 顾政卿喃喃自语 知道自己的能量还不够 规划发展司 想要单独牵头也不可能 至少需要高教司的配合 孩子的想法是纯粹的 是积极正面的 他得积极运作一下 顾政卿平时也没刻意和岳家靠太近 为着夏小兰说的这事 却已经在想要和岳父周老爷子谈一谈 哎呀 这套文房四宝 就借花献符送给老爷子吧 这些老爷子也不知道咋回事 年轻时拿枪 到老了全都要提笔练字了 顾政卿想到自己要为心去夸岳父的毛笔字写得好 就头疼 那水平真是浪费好笔好墨和好纸啊 王府警 Elegance总部 Elegance从定制工作室转型为服装品牌后 这里就成为了Elegance的办公总部 12月15日 Elegance在京城一共开业了六家专卖店 销售数据嘛 不算太差 却也没达到预期的好 设计服装和经营服装品牌是两回事 后者比季雅想得更难 她觉得自己是辛苦万分了 却不想想别人创业是白手起家 真正一块几毛地赚辛苦钱 而季雅这个创业 从工作室到转型服装品牌 前前后后花了乔治一百多万花币 起点这么高的创业 也叫辛苦万分的话 说出去会被人骂死的 但季雅是真的觉得辛苦 主要是精神上的压力太大 时刻想着要和夏小兰的生意比较 能不累吗 就像现在 Elegance在15号开售后 作为一个新生的品牌 几家店的营业额也不算太差 要和露娜和蓝凤凰比呢 就远远没达到季雅的预期 看的人多 买的人却不够多 季雅要和露娜别苗头 忍痛把Elegance的定价压低 Elegance的用料和做工 不比露娜的衣服差 只会更好 定价上却无限靠拢露露娜 一件衣服贵个几块钱 顾客不至于承受不起 但他们为什么都去露娜买呢 难道要让他去学夏小兰搞什么 卖一件捐一元的噱头 这和上时装杂志和报纸宣传不同 全世界的服装行业都会这样搞 Elegance这样做 也不算完全吵袭露娜当初的宣传套路 但卖一件捐一元 这个就太明显了 Elegance这样一模仿 就是纪亚在抄袭夏小兰的想法 一般人抄了就抄了 能赚到钱才是真的 纪亚创办Elegance的主要目的 还不是赚钱 而是要打击夏小兰的生意 叫她学着夏小兰怎么做生意 不就是承认不如夏小兰 输给了夏小兰吗 认输的话 可要在长安街跪着 向夏小兰道歉的 Elegance的生意其实还行 只是比起纪亚的投入 不学露娜急速扩张的话 Elegance不知道何时才能收回成本 露娜是先成立一年 缓发展 再重金砸广告 夏小兰和陈希良都非常有信心 能赚钱了 才花掉上百万广告费 Elegance完全是反着来 之前没有根基 先重金砸宣传 再指望尽快回本 期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投资人的钱 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露娜有之前火爆的销售数据当底气 在中央台的广告投放 捐款一事引起社会性讨论 那些加盟商觉得这牌子有实力 相信加盟露娜能赚到钱 才捧着钱追着陈希良要上船 Elegance的知名度远不如撸呢 在华国时尚界的知名度倒是不错 时装秀真的让华国本土时尚萌发 可华国的时尚界 就那么丁点大的地方 80年代说什么时尚 再过30年 这个圈子才刚和世界时尚界接轨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华国时尚圈都是自己玩自己 老大哥们不愿意带这个土鳖小兄弟玩 在这种情况下 Elegance要走上层占领下层的路线 需要数年的铺垫和忍耐 等着将来腾飞的一天 露娜不搞什么时尚 一直在走群众路线 所有和时尚杂志的合作 目的都很简单 就是为了推广和赚钱 这两种不同的路子 说不上谁对谁错 就看实际操作的人是谁 季雅呢 也不是一点本事都没有 她是太急切了 心里的一把火 从遇到夏小兰就在烧 夏小兰走得越顺 季雅那把心火越旺 本来和夏小兰牵扯 还没那么深 如今夏小兰她妈妈 刘芬和汤洪恩走到了一起 心火都快把季雅点燃了 她反复纠结的 大概就是两点 凭什么 她也配 Elegance这边短期回本无望 彭承又传来不好的消息 夏小兰的金沙池项目大爆 乔治估计夏小兰 仅凭这个项目 就能获利近千万华币 天哪 一直桎着夏小兰的 不就是资金吗 随着夏小兰的 第一个地产项目成功 她手里的资本变雄厚 季雅一时也无错 她该怎么压过夏小兰呢 按照官方汇率 夏小兰这一下 至少赚了二百万美元 乔治原话也说了 一个有能力赚 两百万美元的年轻人 就算在美国 也非常少见 季雅这样拿钱不当钱的 难道会不知道 二百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吗 她按照中产以上的标准 培养即将员 算出来的抚养账单 也没到十万美元啊